龙族教育2如何获取夜间外套和夜间库中的方法 当我们在飞伦瓦斯都城路过中间街道的摊子时 你将会触发剧情 一位名为失分的少年想买东西 可是身上没有钱 被摊子的老板驱赶中 这时候去询问失分 他将请求我们是否能借一千块 这把年级还不会买东西 就帮他一下吧 这句话是随从说的 不是我说的 答应借钱后他立即就买了摊子中一个叫机关盒的物品 并表示接下来会还钱给我们 过了一天或几天后 白天时时分将会坐在喷水池那里 聊天结束后他将钱给了我们 但只有200块 原来是分期付款的部分 再过一天再去找这位男孩 这次还了300块 再再过一天再再去找他 三顾毛如后少年终于还清钱了 还额外送了我们夜间外套和裤装 从装备的描述可以知道 他是宫殿内的正式上移 如果没错的话 参加舞会或其他活动是需要穿上这套服装的 要是在商店购买 这服装总共需要30.5万金币 根本不是新手一开始就有的金钱数目 因此以上帮忙失分的任务是蛮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彩